本人志愿加入乌克兰国际防卫军团 参与抵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作战行动 以捍卫正义与自由 以腹筋为主的俄罗斯独裁政府 已经将无耻与邪恶表现到了机制 大量无辜的乌克兰平民正在遭受大规模的屠杀 本人也在此次俄罗斯侵略的屠杀中受伤 我本来可以离开乌克兰 但俄罗斯独裁政府无耻邪恶的行为让我感到极度的震惊 并且他们的邪恶行为无法在中国得到真实的报道 经过再三思考 我决定加入乌克兰国际防卫军团 会赠予自己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我并不对此感到害怕 人固有意思 或重于泰山 或轻如红毛 还是要在有生之年 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中国同胞们可以觉醒 明辨是非 看清善恶 不要再为一个无耻邪恶的独裁俄罗斯政府侵略他人的行为叫好 俄罗斯侵略扩张行为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中国也是受害者 仅在近代 俄罗斯就有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杀害了几十万中国同胞 这个难道不能让你们看清楚俄罗斯的真面目吗 希望正义善良的中国同胞 尽自己的一份力 帮助这个正处在水中火热的国家 无论你是捐助参战 还是传播真相 让更多的人觉醒 都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不要让邪恶压倒了正义 希望可以遇到中国的同胞一起作战 我们将会成为一生的朋友